最近小编被一部披着中老年人外衣的警察剧所深深的吸引 这部剧看似平淡无期的剧情 却常常看得肾上腺素飞起 并没有年轻人的情爱爱 却又时常被感动到眼角挂水滴 民间都传是街党高分警委剧猎狐 但小编看了几集这部新剧 发现这却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超越呀 不卖关子 今天我们就来说道说道 这部由陈建斌 董勇和郝平主演的 行真 经真 缉毒大剧《三叉戟》 这部《三叉戟》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 原著就已经获奖无数好评无朝 可见这部剧的底子就不会太差 再加上三位老戏骨的演绎 这下就西红柿遇上了鸡蛋成了名菜了 《三叉戟》就是这老三位的代号 分别是由陈建斌饰演的大悲头 董勇饰演的大棍子 以及郝平饰演的大喷子 他们三位出自同一探组 而这个探组还有一位探长 也就是他们三个老大哥 也是由警察专业户胡延松饰演的大沙巴 探长负责后勤 另外三位则负责冲锋陷阵破案杀敌 由于功勋捉猎 屡破其案 所以公安系统称这割撒为三炸击 而本剧的故事就是从他们曾经的探长大沙巴 在退休前最后一次出击任务中被歹徒刺杀开始的 老大哥的突然离世 激起了三叉戟重出江湖的斗志 而在此之前 他们三人像是生了绣的武器散落在仓库的角落 无人问津 大背头成了后保处的一名老电工 大棍子成了天天背着八大件巡逻的片警 大喷子成了御审之队倚老卖老的摸鱼大人 这老三位重出江湖的第一案子 便是去抓捧死大沙巴的凶手 这其实是一个涉嫌贩毒的案子 主犯在逃跑的过程中 把追他的大沙巴一刀毙命 然后藏匿了起来 从这老三位进入专案组 开始参与侦破之时 好戏也上年了 首先这部剧的叙事方式非常的巧妙 采用现实时间线穿插回忆 来层层剖析三叉戟的人物关系与性格特征 原来这老哥仨并不真的像一把三叉戟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而是通过一场陈年旧案 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分崩离析了二十年 关系始终没有缓和 同时三个人也是各有专长且性格迥异 交代这三个人的性格特征 也是用了一场巧妙的戏而完成的 大背头善于行侦 手段多变 隐藏性强但比较自负 大喷子则主抓欲审 能言善辩 巧舌如簧 却胆小怕事 而大棍子则是善于追踪 人脉广泛 暗装众多 但脾气暴躁 对《人物形象》的书里 也让这部影视剧 不同于以往的公安题材剧集 显得更加的有血有肉 在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关系 作为接口 展现这三位老警察在中年危机之时 还如何努力挣扎在工作第一线 为的就是俩字尊严 当然理想丰满 现实三顾 二十年前的办案经验可取 但是手段已经十分落后 二十年前的应有无畏可送 但现在必须三个人联手 才能吃负一个矛头小贼 这种去主角光环的操作 也让三叉戟多了一份真实 剧中还有个四号人物 也是亮点不断 这就是三叉戟的官门大弟子 小吕 这位刚入门的新青年警察 其实也是间接造成了大萨把的死 所以怀着愧疚之心 跟在三叉戟后面一起查案 刚开始自然是不受三叉戟的待见 天天被三个老花头玩着团团转 但是人家做人做事 靠的是真诚和眼力价 加之小吕的父亲 竟是公安队伍的烈士 他从小便成了孤吻 但却一心继承父辈的衣钵 三叉戟合计便收为土地 悉心培养 三个大佬培养一个小吕 这以后简直可以说是无所不能 未来的吕局长指日可待 所以说三叉戟小编看到现在 既感觉到了人物之间的情 也体会到了半案子的难 就是这份人性与真实 才让这部剧抓人眼球引人入胜 截止到现如今的更新 三叉戟探足已经先后破获了 贩毒案 杀人案 洗钱案 还顺手端了一个卖淫场所 具体案情小编就不在这里剧透了 还是留给各位看官慢慢品味 但是从这一系列的案件中 我们可以看出 这部剧的剧情非常丰富 用个洋气的词来说 就是犯罪官很宏大 不像以往的公安题材 要不然就是专管刑侦的中安六组 要不然就是专管缉毒的破冰行动 亦或是专抓刑侦的猎狐 在三叉戟这里 这几种类型的犯罪行为 都能跟你打上交道 现实中或许就是这样 犯罪也是因为有一系列的利益链条 通过一个案子 牵着出来一连串的案子 新闻报道里也是经常这么演的 看剧情简介里讲 最后还会有一个金融犯罪集团 被一举歼灭 案情进行到死 感觉金融集团的冰山一角 已经逐渐浮出 小编很是期待 势必要把这部良心剧一锥到底 还没有开锥的朋友们 有空去瞅一眼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